他这一生仿佛注定是人为配角的普通人 周家气宇轩昂的稳重哥哥 明媚大气的初晨姐姐 却是人群中亮眼的出落 还有那两份双双入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骄傲的跟周家祖坟貌清烟似的 唯独小儿子周炳坤 天生一副大辣的眼角 过分展开傻里傻气的大脑袋 常年排名倒数的初中学历 被刑场杀人 吓得整宿整宿做噩梦 不够优秀的胆小怕事 落在街坊眼里就一样 打小就是乖孩子 就这样浅浅淡淡的 冠出了他50年的岁月 一个酱油厂小工人 每个月十几块的工资 终日一身赔套蓝色长衣裤 那顶黑色沾绒帽 总不堪规则的上下翻飞 可这一生 但凡他在精明不要脸皮一些 也不会过成这个样子 他与自己的爱情相遇 接近工资三分之一的五块钱跑腿费 他既不曾顺理成长的私藏 也不是那份见之四肢若狂的心思泛滥 只执拗憨厚地压下澎湃汹涌的情愫 小心翼翼地靠近 也在念念不忘之际 收获了一份早已深重的情根 为夫 他亦是心怀感恩 体贴常有 踏踏实实地 把妻子当作人生之伴 相互扶持 依靠 但见为人子 这位周家老儿子 不管在外如何奔波繁忙 与母前成欢膝下 总难掩一份稚气 也会为一块喷香扑鼻的红烧肉 撒娇嬉笑 与父前 亦是截然相反 十年浩劫之后 周家第一回走街串巷的拜年 娶了省长千金的大哥 嫁了诗人学者的大姐 哪个不是容光焕发 得一番四方有灵的表扬夸赞 为父母者面上有光 为地者 秉昆早些自卑近生 多年积压内心的自卑和怯懦 早就明里暗里的冲人心窝子 火车赞同父亲大吵 彻底伤了心 那以后 顺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国营厂不再吃香 他辞了工作 经营起了出版社的民营饭店 攒了积蓄给全家换了房子 也没人知道那点心头的信仰 那年光泽片破晓贫穷 周富给全家盖起的两间瓦房 露脸于整条街道 并是周炳坤小小心灵间 最深最坚固的崇拜 直到再拿回编制 他终于得了勇气 在附近那里重新拿到认可 多年为人友 从未见过败高踩跌的势力之举 欲墨生人晕倒 也会脱了棉衣帮忙 好友请客吃饭 也可以积私口的帐上 危难时刻 连房子都可以借助 可人性之深 永远都是斗米的仇怨 迫不得已收回房子的时候 也会对着好友深觉背叛的嘴脸 散落一滴的礼品 人生困难千般 总有帮不上忙的千忙万难 仿若往日的帮衬都成了错处 瞧得人心寒至极 可再难再苦 他还是会每年聚上好友 将往事谈笑 给未来展望的明明白白 真心换得诚恳以待 才有家中难过之时 好友们三五成全的轮番探望 有事儿时永远敲得开的家门 才有那些回味时 总得哄笑三响的开怀 和湿润了眼眶的怀念 为人几十载 周炳坤的运气着实不算太好 国家特殊时期 哥姐上山下乡 他留守家中 做公募财场 却因公有枪决收刺激辞职 好容易脱关系进了酱油厂 又是最苦最累的出渣车间 好不容易喜欢个人 还碰上身世凄惨 父母家人反对不说 街坊更是指指点点 总算混上酱油厂一点资历 国家形势又发生变化 又辞了职令谋出路 还因为早已出现的哥姐 自卑怯懦 好些年不敢给父亲通信 等日子总算是过好了 又发现被骗了房子 又搬回了自家进出两间的小破房 国外失事死了儿子 失手打死洛世斌 得了十年牢语之灾 就像他对儿子讲的那样 过日子 走一步看一步 走一步看好一步 即便是滑发斑白的年纪 他也没忘了坚持奋斗 坚定牢靠地 给周围人撑起大树之音 人之所幸 所欲所得 皆如暖阳般温情默默 此一生 又富如山般仁慈开明 给全家以安全感 又母如水般柔情爱笑 给儿女们撒娇依偎 有兄姐重情重义 得妻贤良 外容内刚 照顾老人管教儿女 帮衬着她 给全家撑起一片主内的大天 得有之心 谈天说地 遇事搭手 多上次教导 人生指路 灯塔鲜亮 尽管人生一世 微莫如草芥 人向着阳光生长 自有一份盎然 顽强地生长在大地之上 且看树影斑驳间 爱意萌生久存 郑娟这种人 就跟老天派下来 专门让奶户人家 彭壁生辉的 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 最有的就是自己 只有惹了自己 天就不为她 郑娟极美 每到陆士兵一眼就犯了罪 周炳坤见之念念不忘 连传家镯子都敢偷拿买卖 随便梳洗 就吊打了光字片大扮女士 郑娟命苦 自小被遗弃 被强奸有了身孕又成了寡妇 老母年迈 弟弟失明 还得靠着强奸费的救济过活 周日在自卑和要强奸 拷打着心灵 即便是嫁给周炳坤 还要照顾一家老小 围着锅台转了一辈子 鲜鲜欲熟 早就操劳得伤痕累累 周炳坤入狱之后 他还外出摆了近十年摊 忙里忙外 郑娟自卑 即便与周炳坤心意相通 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同仁在一起 口口声声算计的 都是今后分开的日子 见对方家里人 脱口就是一句 我不值得 见周富第一面 才听个话音 二话不说 对收拾东西回了家 满心满眼都是我不配 正是这番让人心疼的自知之明 那副承受期间 显而易见的伤痛 回归叫旁观心生疼惜 不忍放开 郑娟坚韧 再微薄的家庭收入 也会自己穿堂葫芦 不止何挣钱 稍微能够自理 立马拒绝了他人送钱的好意 确定了周炳坤心意 外界再多的阻挠 他也没胜了退却之意 没名没分 进周家照顾老人的时候 听着街坊指指点点的议论 他只牵着弟弟的手 柔情虎卫 心中意志不曾动摇 给瘫痪在床的周母按摩 日复一日 手指酸动也不曾断绝 周炳坤换了新房子 欣喜地跟着搬进 照样是上下照顾家里 周炳坤被骗搬回老宅 从舍入捡 他同样不言二话 仍旧是一丝不苟 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陆世斌回来找孩子 他态度坚决地守护儿子 默默地一人承受了诸多时遇 周炳坤入狱 他一路难下 病房下跪求缓行 负担全家升级温饱 街边出摊被整管推倒 血肉外翻 也不对外人露出一二疼痛 郑娟爱周炳坤 那些原封不动的五元钱 处夕晚上 屋外徘徊不敢冒犯的脚印 执拗寒我想着你的憨傻 照顾他尊严的体贴与小心翼翼 这样的一心一意对郑娟来说 弥足珍贵 他愿意为了那些好去付出自己 且生怕自己给的太少 对不起周炳坤震撼汹涌的爱意 周家的接纳对他来说 简直如同天赐的礼物 他泪流满面 便是连性命都豁出去的 对家里所有人好 周家气氛祥和的团圆 常常温暖地让人心生喜爱 郑娟回回在烟火间旁观 总能开心地庆幸不已 他对周炳坤全家的感情深厚如丝 怎么可能被区区金钱动摇 抛针而去 适宜 他不止在周炳坤出事时 勇敢无畏地将全家撑了起来 还会在旁人讽刺周炳坤的时候 一向躲于人后的他 头盔奋得上前挥手扇指 他以性命守护的爱人 不容旁人半点智慧 这样的人 近乎于完美的他 展现了一位温柔内敛的女性角色 也牢固稳重地 将整个家庭凝聚在了一起 人这一辈子 你真正在意的 同时又在意你的人 就那么几个 这几个人 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人生之近处 他也同爱人一起 临间余落 闪下一位 相浮前行 日已入秋 燃心 仍旧暖似春阳 美如画 很少有人 对自己 对一生 是完全满意的 我是家里老大 作为一个男人 我不应该为爸妈 为弟弟妹妹 还有你 担负起更多责任 周家老大周炳毅 是老周家最有出息的存在 年少想用国家号召 入建设兵团 表现出色 受上级提拔 却面临成分不好的爱情 同光明坛那的前途艰难抉择 十年未丢书本 考入北大哲学系 妻子一家得了平反 她摇身一变 成了省长女婿 俨然是他人眼中的天之骄子 而后投身政界 一路高升 处长 副市长 市长 书记 概以实况 他便是周家最大的权势 然而在周家眼中 又最为无情 郑德一官扮职几十年 不曾建设家乡 未曾改善家庭生活 没给家中提过半点便利 往小了言之 弟弟的工作问题 再大了言之 弟弟近十年的老语之灾 以市长的身份 他连一句求情都不愿出口 比毫无关系的外人 还要显得冷漠 在岳父母看来 他为人实在太过通透 活在言辞需谨慎的环境之间 周秉毅 既警醒自身 不敢受省长岳父的照拂 又在省长与自家 两种阶级之间反复夹心 时常因为阶级差异 为父母委屈 不是我自卑 是他们傲慢 但这傲慢不是他们的错 是双方地位和差距的必然结果 又小心着 不敢因些微小事麻烦岳父 不明旧里的群众看来 周秉毅便是位高权重 在其位不谋其政 政策国情裹挟之下 东北地区未尽发展 百姓怪其不谋 处处可见大字标语抵之毁之 自幼长大的街坊孩子们 同样抱有期待满满 一旦不曾得上好处 究其跟上原因 绝对就是这位周家哥哥中饱私囊 不顾情谊 转得一封实名举报的万民书 便头儿皇之地进了政府部门 在开发商面前 周秉毅从不顺势敛财 资本侵袭严重的那几年 还有德村进尺 要求市长一杯白酒加头百万 周秉毅坚持多年的未穿口 日益加重 还有官场不顺的同人举报 他也曾进机关喝茶受审查 可翻遍一生准则言行 他总是最先冷静 坦然接受各方检测 周秉毅这样一个角色 寄托了作者梁小生英雄主义 和浪漫主义的最高体现 常常陷入感情与理智矛盾冲突 他在其位 便不藏半分私欲 最初被民众谩骂 他也曾萌生退役 可在岳母的开解下 那些理想与信仰终究占了上风 从此便披星待月 只顾风雨兼程 不曾对家乡奉献一二 那些遗憾 也曾击垮他的内心 当病情要时无一 他也生出几分不顾一切 某族的权力建设光字片 被民众街坊误解 也曾振臂一呼 踏上那片废墟 给那些自有相识的输出大业 掏掉新窝子 是挺累的 奔六十的人了 还要成天和狼区长 他们这些年轻人一起 经常整宿整宿倒 谁不累啊 人活着就是累 当官的拿着国家发的工资 就应该更累 对不对 趁我还是个大官 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 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连根拔掉 这一生 他周炳毅无儿无女 官至省委书记 与妻子常年两地分居 却是互相理解 身随不在 心痛一处 同父母温和沉静 时常宽慰不曾脸红 却常因陪伴过少 赡养不足而愧疚 为师领导 为家乡谋福利 造福街坊 操劳多度 身体劳损 苍老衰败 最终在一片山清水秀间 同相伴了一生的爱妻 携手相识 恩爱夫妻 最值得珍惜 那段温情怀旧间 仿若抛下过往 短暂悠长地 回到了过往的青春岁月 这一生 虽有遗憾 却无半点回忆 终是算得一个 完整圆满 女孩的好年华 就那么几年 好人生 比好年华更重要 周荣 可谓是全家 最叛逆的存在 也受了万千网友 层出不穷的骂名 在最谨慎的年代 爱情至上 崇拜诗人冯化成 一路从东北 奔赴云贵大山 全家担忧反对 周荣不改志向 十年山区 一个支教女教师 一个反动五类分子 无慎根基 山间平地盖学校 既解决温饱 还不放弃读书 其间艰辛可想而知 等他考进北大中文系 冯化成德平反进了作协 二人以为自己的苦日子到头了 可生活对知识分子的磨难刚刚开始 独女月月记住姥姥家 周炳坤照顾着这位金贵的小外甥女儿 北京 人才是车载斗梁的突出 周荣夫妇在京高不成低不就 依然回东北发展 然地方圈子也并非轻易融入 大学教师分桶子楼里的公共宿舍 无地居住 亲子关心日益疏离 事业长久更无进展 当冯化成开始带礼物 看望评委的时候 周荣几乎崩溃的 看到爱人这份世俗与龌龊 这早不是他最初爱上的诗人超番脱俗 他几乎于忍让的 目睹这样的堕落 暗恋了周荣整个青春的彩晓光 早已是圈内知名的导演 为人向来通透圆滑 多年街坊 同周家交往甚密 没人比他看得更清楚 可人生之幸运 便是在插一路上 有人看穿你称之为矫静的脾性 仍不敢爱你之本色 便是万里挑一的难得了 后来周荣凭上教授 分得一套新房 冯化成出了鬼 他的婚姻失败了 却在蔡小光的温润宽厚中 缓慢敞开心扉 退去年少轻狂下的理性之爱 他已愿意去理解爱人的处境与难得 也会悄悄地为蔡小光如意世俗 学习那些原话与世故 历尽千番之后 在大山一片生机中 他与女儿月月和解 诚然 在家庭中 周荣是任性且自私 他一切追求的自由与幸福 都是以家庭的负累为代价 十几年对家庄不闻不问 女儿托付东北 她与丈夫一个被抓 吓得周母突发脑溢血 沉睡了好几个春秋 周父母见不到女儿 担忧气脑 小月见不到爸妈 敏感不相信爱 那些称得上亏欠的亲情 是无论如何都偿还不起的 她力图冲破现实的禁锢 到头来 还是以现实为代价 梁小生先生试图塑造一位 具有叛逆与独立精神的知识女性 在那样一个年代难能可贵的 具有自由的独立与现代意识 和稍显叛逆的奔赴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是对传统女性温顺软弱 依附男权的一种挑战 可我们看到 父母突然辞世 子欲养亲不大的无尽悔恨 女儿生疏远离 小棉袄刺人愤怒地落寞 夫妻失和 感情生变 婚姻失败 事业受阻 人情往来不申变通 资源匮乏 环境特殊 与人交道的年代 光靠这些意识 是无论如何走不长远的 倘若不加以改变 不及时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不在他人的角度上 多做些理解 剩下的 只有无尽的悲剧与痛苦 万幸人生之路有一二 经历挫折磨难之后 他在恰好的时间 遇见一份恰到好处的爱情 与一份平和安定的内心 棋生于大山 收获一份宁静与坦然 追求没高低 有不同 酱油场六小君子 相识于威莫 也在互相帮衬中 深厚了情感 曾一起猪肉铺勇为见过意 一起炕头嗑着瓜子 过过年初三 一张饭桌拼菜喝过酒 彼此成长的过程中 相互见证了对方娶妻生子 奔走上学 他们是世上出家人兄弟外 最可靠信任的关系 资源最匮乏的年代 曾骑着二八大杠 拎着娶老太太的红糖满他街转悠 也在有人发迹的时候 饭桌瞎砍 狠载对方 六小君子 是受时代浪潮冲击最大的一代人 本来的国营饭碗不铁了 被迫下岗 吕川唐向阳 刻苦学习 成功考许大学 便一个从了正 一个入了商 事务繁忙 也成了大家伙心中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 国庆赶超失了夜 天天蹲守人才市场抢灵活 曹德宝倒卖 赚取个中签差价 跟从出版社办起名饭店的周炳坤 也成了朋友间混得最发达的存在 人不换寡 换不均 差距过大的时候 杰人也曾不平衡 当着饭桌闹过口角 烈酒洒过收拾整洁的着装 时代发展 波折平生 周炳坤入狱的时候 兄弟们或奔或跑 进老周在帮镇着做过家务 给郑娟减轻过负担 也多次地进监狱探望过兄弟 再后来 唐向阳在金银奢靡中找回了自我 本而专注学问 吕川三间几口的政界生涯 生在泥沼深陷 赶超卖鞋 被黑心老板蒙骗 患了尿毒症 儿子考上了大学 再也负担不起 在一个清晨窝了鬼 妻子于红痛苦难当 却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 就绑起了头发 为儿子挣学费去 国庆一如既往的脾气火爆执拗 在工厂看大门 宁可被暴打疼痛 也要守住灵将 曹德宝并春艳夫妻 二人刻苦努力 吃巨子给家里换购了楼房 是兄弟们间 第一个住进高楼的 却也是伤秉坤最深的人 光字片拆迁 春艳夫妻因自觉分钱不均 实名举报了周家大哥周炳毅 自然 除了病入膏肓的癌症 查不出任何贪赃忘法 六君子人生各不相同 也在那份波折中渐行渐远 人性最经不起颠簸与考验 历尽千番过后的感悟 总是来的遗憾而无奈 只盼友谊长存 当珍惜眼前 切勿让猜忌与利益 斩断生疏了 彼此那份得之不易 民族珍贵的情谊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干了这杯酒 自古以来 效分两种 养口体 养心质 同样重要 缺一不可 都当爸了 还有爸揍你 那不就是幸福吗 不写心 不理你爹了吧 失败 你考虑过我感受吗 考虑过吗 都是一爹一妈生的 都一爹一妈养的 就我没熟悉 我多难受你知道吗 干啥呀 我这辈子 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 让我爹我妈 满意我 满手大大就你 你哥你姐学也好 你呢 都是把你最后一个到手 信不信信信 事实就该说吗 事实就该说吗 我错呀 我错就错才不 我说了我 我最不该说的大实话呀 我是一个人的 在大山里呀 六十多岁了 每天下班 这心里呀 没遇到念想呢 那就是想 看到自己孩子 给自己写的信呢 我半夜的等你 等你你不回来呀 见了面了怎么办 我得想起你这个错呀 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说话呀 不准打我爸爸 干啥呢 你不准打我爸爸 你不准打我爸爸 去去去 这是啥呢 这是孩子 这是我爸 这是我们久违的 工人阶级的高大的父亲形象 也是我们身边最传统的父亲 他一生奉献 一手搭建家园 是周家如天般的顶梁柱 一生操劳 习惯的态度强硬 甘而不柔 可总有一份暖阳般的爱意 藏在那些强势中 纵使喊着同私奔的女儿断绝关系 可千里迢迢进云贵山区 才只扮演 就心酸落泪 口口声声不认儿媳 只在见郑娟满手伤痕之际 就悄悄软了心肠 与小儿子父子失和多年 做父亲的 便眼巴巴地将儿子的信件 翻来覆去 就为再听那声罢 老人家从不以身份差距 妄自菲薄 既然待物却据是真诚 为迎接亲家 连全家福都可以不照 带领全家扫榻一带 不惜劳苦给亲家 带回珍稀春茶 反被退回 只巴搭巴搭出着汗烟 一言不发 以最大的宽容理解 不为儿女添上半点麻烦 向来出色的儿子 做上了副市长 老人家予有荣烟 可绝不思沾光之便宜 只愈发恳切地教育儿子 为官者 须以为民谋福利为底线 周家老母亲 是出了名的性格温婉 乐观爱笑 一人寒心如苦养大儿女 为母者 瞧着孩子 总是不能放下的稀罕 与大儿子经年不见 那些被窝的暖心畅聊 忧心女儿 心意满满地 织上好几件毛衣 心疼老嘎的 日常相处 带上多少宠爱 必是神志不清的糊涂时刻 也要给小儿子织上一条 合身妥贴的毛裤 另一边的好生长夫妇 截然相反 受了十年的磨难 一朝平反 待人接物 谨小慎微 在女儿眼前 总有几分不近人情 认识怎样的亲近关系 总透着份审视 上位者 再深的界限感 也不能抵挡血浓于水 尽管迫于儿女之情 做出了妥协与友善 总透着一点高高在上 若说看事老辣 莫过于周炳玉岳母 经老她的莫属 老人家睿智通透 给女婿指点引导 暗地里还会联系老部下 给女婿试图铺路 如她所言 把一个干部 放到她喜欢的热爱的工作上去 就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思想觉悟之深远 非常人能及 对女儿 便在言行举止间 多加哄劝 给夫妻相处指点一二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 要说特别 娶秀真老太太 可谓是最特别的老太太了 所谓 人在台上 门庭若氏 人下了台 门可罗雀 老人家是最明白局势的 论是何种境地 老人家也保持着自己的个性 锋利的刀子嘴 包裹着一颗最柔软的豆腐心 不伤及原则的情况下 也要做好汉 言上两句不平 憨直透着可爱 同孩子们打成一片 总有那么几年 是家中饺子盛宴 同六小君子 过上一场热闹的春节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以示悬崖百丈兵 拥有花之相 校也不将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他在重中相 周炳坤入狱不愿见人 也是老太太挺身而出 一三切夫之洞放父母之言 诉说埋藏心中对子的思念 这天下 哪有怪罪孩子的父母 哪有不记挂孩子的爸妈 岁月悠长 变故偶发 心有不定 事有对错 为父母之爱 不可辜负 总有热乎乎的日子与人 在诉说人间值得 妈 要是实在不行了 让扁块跟着我 太远了 太远了 姑娘 咱就在咱们市周围 找一个农村去查队 妈想你了 你就回来看看 别让妈广 央视看年大片 从来都绝费俗品 年初一黄金党加持 四梁八柱十里演绎 好男不杂便 好女不嫁光字片 东北江辽光字片 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老周家 哥姐聪慧草熟 附带一个憨直脑子 不算好使的弟弟 再有一双慈祥的父母 一家五口 各顶各的绝地生财 1969年春节才过 那点领略呼吓的北风 总算带了点勉强 算得上暖的春意 特殊时期 响应国家号召 这家人也就顺着北风 如孔雀东南飞去了 前梁帝摇身一变 成一家之主 复兴南建设大三线 泥土裹身 穿梭于每条隧道险境 长子周炳毅 带着大红花北上入兵团 成了最可爱的人 从此冰雪极深 红旗长半 是周家最具担当之辈 独女周容貌美洒脱 引得光字片一众小伙子 狼心暗徐 奉行真爱架更高 追随多年笔友 一个诗人 远赴云贵深山下乡家之教 气得周老爹 一直书信断绝妇女关系 是周家独一份的叛逆 至于初中毕业的周家小儿子周炳坤 那就是最让人操心的存在 父兄姐一去多年 周母身边也为胜了这位 替父照料 为兄写信 带姐撒娇 老是蔫坏的 周家老嘎的 就算已经进了工厂领工资了 还总晃了着大脑袋 搭了眼角 凌乱的一头杂毛 跟母亲撒娇 处处透着一个 招人稀罕的憨傻之气 故事开头 就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杀人大案 周炳坤服从分配进木材厂 成了前途最光明的工人 还没把手背了木头扛热乎 终日照顾自己的大哥强子 就成了亟待处决的杀人罪犯 便接行人指指点点 陌生男子慷慨宋茂 刑场疑点重重 和面千里冰封 周炳坤大受刺激 当场昏倒 也成功吸引了宋茂男的注意 周炳坤心知善良且懦弱 重情一受伤害 关刑场的后遗症 就是夜夜噩梦 死毫有的后果 就是工厂遍地错觉 百般折磨之下 周炳坤难得硬气霸道了一回 单方面开出了工厂 那个国家分配工作的特殊年代 周炳坤没半点关系找不到下家 又没有偷鸡倒板的大逆不到 没钱没工作 就只剩下满大街瞎晃一条出路 炳坤心里那点对光字片的怜悯 这回全放自个儿身上了 关键时刻 他在光字片唯一的爱慕者 打小一起长大的好青梅 乔春艳上线 姑娘泼辣开朗 脚妇踹翻干水之力 国营单位大众玉池修脚工 手艺家幸喜乐 十分受欢迎 独独不动周炳坤之心 任二八大杠横于身前 也坚守贞洁恋男本性 你不觉得咱俩太熟了吗 从小时候一出生 咱俩就认识一块玩 那连上厕所都一块上 你去什么有一回 天黑你要拉屎 你害怕 你非得让我陪你去你厕所 结果我去了 你就蹲那儿 我站旁边 就这么说吧 我从小到大就没把你当女的 可我把你当男的呀 尽管周炳坤实际浑身解数 表明自己除了是处 义无是处 然春艳求嫁之心不死 釜底抽薪 动用母级关系 洗澡套票 谈天送温暖 把周家老太太哄得眉开眼笑 周炳坤对工作一筹莫展之际 没成想 接着远在天边的姐姐帮了大忙 昔日周家姐姐的同窗好友 一门心思做姐夫的高干子弟 蔡小光 友善仗义得很 这是周炳坤能够得成的最大关系 论年少时的爱慕 小舅子 去姐夫 你先忙 好 我还真希望我陪你姐夫 是绝对刻骨铭心的持久 你的事 我得管 吉春松花江酱油厂 周炳坤光明正大地走了后门 还附上蔡小光的一具羽重心肠 你是建筑工人的儿子 实惠 比体面重要 蔡姐夫够贴心 将人掉进最轻松省事的卫京车间 临到山前 去玉兰路虎 取秀真主任来头大得很 抗战时期的老革命 建国之后的法院庭长 正值十年特殊 临时下放酱油厂挂职 安排他去出扎车间 深刻观彻政策号召力 周炳坤这般年轻力壮 转头就进了艰苦劳累的出扎车间 前风吹 背躺汗 一举一动 都是实打实的一把子力气活 给周炳坤郁闷得够呛 当晚又碰上了强子哥 形成了宋帽男 还有一旁态度强硬的长脸男 以及一则令人心计的故事 眼前身着泥子大衣的 拿出一个一听变为化名的水字流 正是与强子有着深刻感情的朋友 强子给水字流出头尸首杀人 请之身后 裁言片刻就婆娑了泪眼 适者已矣 强子的未婚妻名为郑娟 身怀六甲没了依靠 娘家只有一个头发斑白的老母 以及双目失明的年幼弟弟 如今还有杀人犯家属的名声 日子怕是更难过去 二人备了每月三十的生活费 请周炳坤代位转送 至于为何不亲自前往 尚为谜团 周炳坤出身工人家庭 又有哥姐上山下乡 显国家号召 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 这位水字流突然鸣起嘴 带出了一丝苦涩 我们 不一样 我们怎么会有地方上班呢 被逮了就认 不被逮 我们就接着干 我们也是人 是人就得活 炳坤早已对那位名为郑娟的女人 受了几分怜悯 在见俩人如此 早受了拒绝之意 名字地址都写在上面 里面是三十五 五块钱是你的 辛苦费 每次都有 他愁愁着轻动手指 伸出了掌心 炳坤不知道 这一阶 就是一生的牵扯 周炳坤第一次 见到郑娟的时候 恰逢阳光正好 拎着满抗的山楂 红得摄人心魄 那份几位书写的慵懒 只在光中如梦似幻 他近乎于惶恐的转头 宛如不小心瞥见仙子的禁忌 惊慌失措 屋中一贫如洗的摆设 郑母念叨着一分二毛的愁苦 只叫周炳坤难以自制地 伸出点点联系来 郑娟第一时间猜出了幕后送钱之人 扔了钱 聚强地冷起面容 可在屋外是郑大娘哀求心酸的眼泪 我姑娘跟杜志强 他俩还没领证 连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 你说那孩子要生下来 户口上了要上不了都不知道 没结婚就怀孕 那是作风不正的 这要传出去了 往后我姑娘怎么做人 求求你别生气了 只靠我买冰棍 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呀 信封三十五元 被冰坤悉数送出 郑家小弟挂着泪眼 欲发小心翼翼 到郑娟这项 是更加彻头彻尾的折磨 处境艰难 他守着那点自尊 宛容那条梅干的棉裤一般 要穿不穿 做做的可笑 末了 只剩一双欲发痛苦难看的泪眼 秉坤再也不能忘却 那座太平胡同的破败房屋 那道倔强冷清的身影 他不再由于自己是光字片的青年 而自我同情了 他心里又一次因为别人的命运 而暗自忧伤 并且 有种叫做相似的情愫 缠绕住了他 悄然沦陷 秉坤对于出扎车间的适应 也带动了与工友们的日渐熟悉 出扎三剑客出具模型 少有弦强意志魔方取秀真主任 一上一下 将那派领导讲话 学了个实诚实 一不小心就舞到了郑主面前 我觉得老太太挺好的 记住 要么叫娶书记 要么叫娶同志 老娶也行 就是不能叫老太太 人前背后都不行 他左大 不是二吧 我 出扎车间三剑客 逢驱主任宴请 心怀忐忑 做最坏打算 你觉得老太太不是那人去 娶书记 这个病 这个病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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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娶买书记 娶书记豪车接送 别墅富丽堂皇 三剑客剑之手 曹德宝 郑重庄严 许下宏图大院 我的理想是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 傻啊你 咋的 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 等哪天高干平凡解放了 你就草鱼跳楼门了 是吧 批军梦想铺言 娶书记老伴 那位军区少将终于露了面 周炳坤 炳坤第一时间头脑发懵 眼前人 这是那日早堂门口 被他慷慨脱衣 相救一命的陌生大叔 这场恩情 也是今晚大肆宴请的缘由 相谈甚欢 各种食材大摆 几人大展拳脚 好一番大快朵衣 连脚直到都欢快唱舞 散着快乐 吃完饭 三人但有没大没小 又得屈主人一番敲打 我对你们三个好 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可爱 而是因为你们干的活 全场最累 而你们又干的 确实不错 周炳坤难得识大提 拉着兄弟摁头认错 徐主人也慢慢讲出自己的考量 写了周炳坤的心结 我还是决定把你分到处闸车间 你还是个孩子 好孩子 我不想你 对社会对人生 有过多肤浅的认识 我希望 你走正道 健康发展 好好发展 有一个好的未来 取主人便是这样 宝如灯塔一般 指引着周炳坤人生的道理 年关将至 三年未见 母亲早早的攒肉 满心期待佳人团聚在除夕 这肉是一口冻不得 回回赏屋赶封棉被 该压的酸菜 也早早洗白白等泡 物资匮乏的年代 到处都是平票选购 龙东腊月 中午拿出全部粮票 也只得几块猪肉 也得给小儿子缠的梦中精做起 比亲姐夫还亲的蔡小光 给老嘎的走了小道消息 猪肉开放供应的试点商店 这回出扎车间三建客 冰上新来的大学生工人 还有丙坤木材长俩发小 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酱油厂 六小君子 出发买猪肉去 商店碰上强强东西的无赖 你把东西放下 干啥呀 想打架呀 你别的话好好说呗 你把工具东西放下给你走 有理啊 咋的你搭鬼你欺负人呐 你把工具东西放下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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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人 人呗 咋的 咋的 你要干啥 好 建议勇为 还得半绳猪肉 得胜还成的六位勇士 便哼着凯歌 纵情及时 伴着雪花 但竟如繁星点点 少年意气风发 三哥六个 六君子 永远团结在一起 有风动向 有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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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咱怕啥呢 对啊 给朱老宁乐坏了 哼起了二人转 忙活了一个晌午 当晚大锅冒出的肉香 财经院就美得扑鼻 朱炳坤总算吃上一口 热乎滚烫的红烧肉 太平胡同 在光字片出了名的不安分 太平胡同 没有户口的人多 你说你 让哪个没户口小妖精 缠上 给麻烦大了呀 周炳坤略带迟疑地否认了 并是曹德宝自己也不曾想到 一语成尘 送腊月生活费的时候 周炳坤第二次见到了正娟 梳妆整洁 言辞温和的正娟 他们让你送三十 你为啥 送三十五 周炳坤说不出话了 那点不可干人的隐秘心思 在女人如水般沉静柔和的眸光中 愈发凶难 他突然提高了嗓音 我八十公人 每月正五六十呢 月儿往家寄 我也拿工资 我 我们家救我跟我妈 愈发笨拙地 展露给眼前人 那份溢于眼表的企图 郑娟瞬间就愣住了 两酒 方缓缓开口 谢谢 大年初三 六小君子齐聚周炳坤家过年 国庆带了自己的女朋友 郭明正大耍流氓 春月儿心怀对周炳坤的不轨 上门拜年 与曹德宝打了头个照面 曹操的曹 道德的德 曹德宝的宝 曹德宝 你好 你把他紧闭上来 春月儿妈与周母谋划得当 一门心思错合小两口 春月儿忙前忙后做饭 与一众兄弟推杯换斩 烈酒下肚 也不堪忌讳了 自有一方豪放坡辣 我家那片我男的 新婚第二天 就让自己媳妇给告派出所了 为啥呀 说这男的耍一宿流氓 你想结婚 晚上咱的都不能少用 那这婚不白结了 我要是哪天入洞房啊 整夜那啥的肯定是我 哎呀 晚上你用好姐呀 不乐不乐 今天不乐 点我呢 热闹畅快 其乐融融之下 无人察觉的 周炳坤悄悄去了太平胡同 锐血封年 他顺着那盏昏黄的灯光望去 正娶一家三口 那份祥和笑容 只叫周炳坤勾起嘴角 看得入了迷 叫深冬的寒冷刺痛了骨 才恍惚回神 带着一点偷藏起来的幸福 慢慢离开 此时的周家 春月儿和德宝 聚着红扑脸颊 伴着口琴曼妙唱谈 互瞧对方 倒有一番如胶似漆的情投意合 漫漫长夜 待春月清醒 春月儿得饱一夜荒唐 生米成熟饭已 周末亡羊补牢 小劲脑汁 所谓姻缘重在撮合 兄弟们依不容辞挺身而出 左右逢源一通夸 国庆悠悠吐出隐忧 经在了一众兄弟下巴 话操理不操 成功下下曹德宝最后一波顾虑 也敢奴起嘴 坦诚出见那个爽朗明媚的女子 那点遮不住的心动与色胆 尽管算不上光彩 仍就是一场欢天喜地的洗劫连礼 那些陪伴秉昆成长的伙伴 也在彼此的见证下 慢慢踏上那场历经打磨的漫长岁月 留守在家的 总队在外奔波的家人多上一份奠念 大哥秉毅进驻兵团多年 与女友郝东梅如交四期 一个军区建设 一个旁村插队 闲时便可钻上几灰白话林 一块手绢 扎紧两根麻花辫 冰天雪地间 自有情愫悄然升温 发展最好的一段年龄 似乎总会面临一则 名为江山美人的选择 东梅为昔日省长千金 今日的反动子弟 也成了周秉毅升职路上的选择路口 上升期的游致知识 似乎选择也没那么艰难 领导便是人到中年 有妻有子 尚有落难高干子女 为求自保 甘愿尾身 江山在首 又何须担心美人不常有呢 机会与机遇临头 秉毅在良心与情感中挣扎 最后 数不清的兵团男男女女 跑进东梅插队的农村 排着队围观 冒着稀奇虔诚的 把这位 让周秉毅舍弃江山的美人 瞧上一瞧 倒是在宋面朝天的容颜里 大失所望 嘀咕着一句不过如此 挑剔着退去 唯独周秉毅 在一片深沉与惋惜中 坚定地柔和了目光 逆年形势大好 省长千斤来家做客 家境贫寒 她又何尝不是 窘迫着自卑那份差距 感受着女孩 魂不在意的善意 而今身份转换 她又如何会背弃良心情感 残忍地伤害那份美好 再多的非议与未卜的前途 只剩白话连一片静好的岁月 尔农我农 捏一块泥 捏一个泥 捏一个泥 宿一个我 我与儿 尚同一个亲 子同一个国 情当农时 也在此方雪地暖阳里定了终身 北方一片喜庆祥和的时候 周富独自带着碑楼 进了翠绿阴阴的云贵大山 周荣多年再无音讯 独女扎根大山 老富心间又怎会无波澜 她一步一步 夯实地踏进山奥 早在心里存了思念 与那份期盼多日的团圆 地无三里平 这样贫穷闭塞之地 并是一条小狗都找不到出路 穷山恶水 辛苦劳造的工人 不带半分好脾气 不过半句就险些起了争执 周富一路走来 半途观望 早在一番艰苦中 眼泛心疼 悄然消了气性 她只在山奥间洞里 见到那勉强遮蔽的 解漏教室和房屋 山间摇水劳作的教师 正是早已长大 出落婷婷的周家独女 周荣 还是那般葱灰翠生 您找谁啊 猜一个照面 母女早已失声 近乎于颤抖着 失了双目 荣儿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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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荣近乎殷勤地 向父亲展示自己的生活 这样寒酸窘迫的艰苦中 周荣隐去心头的不舍与心疼 倔强地硬起声线 周荣不觉有他 费尽心力地告诉老父 自己这些年过得不错 周荣只默默听着半嗓才开口 总有些处征逆临的往事 为父者眼中的叛逆自私 为女者眼中的自由真爱 早已是不可调节的争执不休 到底是这份心疼妥协占了上风 人生便也是一场救赎和解之旅 最后胜出的 总是带着爱意的圆满 周富尚算和顺地面见了诗人女婿 在月色朦朦的山傲深处 柔和美满地看着女儿讲课 满足开怀 眼前的 明明是她最宠爱的小女儿 分别多年 总算团团圆圆地 过上了一个散发暖意的新年 这是央视开年大剧 人世间 百万字矛盾文学奖作品 人民的名义导演 正剧演员四梁八著 周家三兄妹加正娟 新百青 宋家 雷佳音 樱桃 戳人心窝子的演技 宛如踩在了观众的泪线上 再加上陈道明老师 入目三份的旁白配音 早早地预定了正剧大热的苗头 片中不见浮华都市 灯红酒绿 围剩那些质朴纯净的 国企车床 集体林场 有轨电车 没有灯 老街区 老照片 二八自行车 玻璃弹珠 蒸汽汽车 有线电话 一百多个人物 政府官员 知识分子 国企工人 个体商户 平凡普通的角色 如同你我 只在群像中 慢慢错落展现 五十年的平民变迁时 平凡上热搜的爱情有多绝 这眼神拉丝的张力 谁能顶住 我天天想着你 我就忘不掉你 我想忘我也忘不掉 我就想你 就是你 一天之前 周家小光棍周炳坤 正面临催婚 那时候就想 这要能吃饱该有多好 等吃饱了又想 那能吃好该有多好 能吃饱吃好都解决了又想了 这有啥用 这不是猪的理想吗 老东北的人间百味 祖父们的年少轻狂 中国百姓生活史诗 暖透新窝子的爆款 看年大巨 光字片老周家五口 哥俩姐一个 大哥周炳毅 军区定终身 大姐周荣 私奔开花结果 小儿子周炳坤 没相中的青梅春样 趁着过年一夜丢畜 周炳坤这块周家老嘎的 成了当之无愧的周小光棍 钱都买不来的两大包红糖 周炳坤连家门都没进 猫进太平胡同 灭雨的小心翼翼 能不能去看看郑娟 杀人犯强子还没来得及领证的寡妇 郑娟之美 见之不忘 思之若狂 因送钱之故 已与周炳坤相识近一年之久 早有数之不尽的情根深重 郑娟从未见过周炳坤这样的好人 这样的年代 一个杀人犯的遗孀 所受街坊指点都在其次 身怀有孕找不到工作 尚需关照的失明幼帝 盘山卖冰棍的连卖老母 论哪一条 都是旁人避之不及的麻烦拖累 唯有周炳坤 安月如数送钱 未见半分比仪轻视 更别提那抹深藏内心 压抑浓厚的情愫 暗生的动人心弦 新年大选一别 到如今郑娟生产 波波送走了寒冬 二人才算晋商一回 在破败不算光门的小屋里 坦诚以待 你小的女人 啥样的 就你这儿呢 那不是你这儿 那种别的女人 就是你 在压抑克制的城墙 也在这番浓烈里 轰然倒塌 老了我 你以后想我了 就给我妈递个纸条 我就在家一心一意等你 我妈她们啥也不知道 她不识字 我弟看不见 等啥时候你出对象了 你就不来就完了 你要结婚了 就把我忘了 从未有这样的坦诚 与令人心酸的体贴 如针般煎熬着周炳坤 他对这个人的心疼与爱意 早已满满地填充整个心房 片刻不得放下 这份不能宣之于口的禁忌 也是周炳坤人生中 最大的一次叛逆 郑家见不到光明的光明弟弟 早在日积夜轮的相处中 视其为兄 为父 为依靠 我要跟你姐 就结婚了 只当两口 你愿意吗 这句结婚给郑娇的震撼 远超想象 周炳坤也在热烈的拥抱中 得知了深思熟虑过后的真相 我儿子不是图志强 木财长老工人家庭出身图志强 跟正苗红 与黑五类分子水字流情深义重 为掩人耳目 与郑娇约定结婚 却在领证前夜 为水字流出头误杀小混混 被判了死刑 洛世斌为人扎而不厚道 趁酒最强了郑娇 再后来 水字流洛世斌委托周炳坤 约约送前卫赎罪 郑娇颤抖着 与其越发平静 你曾弄断了我一个外国 这些事情我妈不知道 知道她会受不了的 周炳坤震惊着不能言语 甚至在几近崩溃的冲击 步步后退 目光却紧盯眼前 不敢片刻动摇 抱抱我 这些事我男生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眉头更加紧锁 那些恍然的思量 复杂的考虑戒怀 便也都被铺天盖地的疼心掩埋 为胜怀中紧抱 不舍放下 周炳坤再不能冷静 郑娇受过的伤害 洛世斌那些耐人寻味的窘迫 记忆中不断重复的画面 都汇成炳坤心头滔天的怒火 水自流来的时候 头会遇见要求加价的周炳坤 仅乎于蛮横的找茬 声声针对的 正是人高马大一脸凶向的洛世斌 还是曹德宝二人 担忧周炳坤尾随而至 以三对二扭转战局 没过多久 水自流二人就因偷鸡倒靶 游行入狱 而郑家仓皇失了经济来源 郑娜娘当街下跪的哀求 光明斗大的泪花 以及郑娇抗头嗷嗷待哺的婴儿 周炳坤头脑发懵 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想起了家中的传家宝 一对橙色上等的镯子 典荡了一千二 她甚至不敢细想 被家人得知的天翻地覆 只神色胶愁的无尽口袋 瞒住天大的荒唐任性 将钱送进了郑家 如此 并无人察觉地坚持了几年 后来 郑家没了老母 男的也长成了 牙牙学语的三岁孩童 郑娇带着弟弟胡指合 总算勉强维持了全家生计 郑娇第一次拿出了底气 拒绝了周炳坤 每月雷打不动的金钱 轻轻退去 如宋前时一般 来得尊重温和 将有场六公子 最熟悉的娶老太太 年近花甲 新回最大的赤城 回回见周炳坤 总不忘附上两句 多学习秦商客的叮嘱 还要拿出些 十家最稀罕食用的物件 给几个孩子带回家去 十年国家动荡 从政者起起伏伏 娶主任和老伴 家中备受冷落之际 也有这群贪玩不经事的熊孩子 做客聊天 听老太太谈人生 论理讲的开小会 抽茶学习进度 分外温暖 大哥在兵团教其美卷 东梅踏实勤奋 表现优秀 当上农村妇女主任 总算给村里修上了正经厕所 东闲的时候 夫妻也得整月团聚 平易回回归家 总有一盏暖灯 一桌热菜 一个笑意盈盈的心上人 还有汤舟碗筷之间的一个偷香 这样的温情默默 值得回味上几年的岁月 1976年1月 周恩来总理逝世 举国悲奇哀痛 这一年 那时隔春夏秋冬的混乱煎熬 总算有曙光出现知识 那些受了颠簸的人员 得以慢慢平反 下乡的知青们 也得了重新上学的资格 这一年的春节 分别七年的周家人 总算回东北相聚 凑成团圆儿子 周老爹在绿皮火车上 生生急了两天两夜 连腿都站得浮腫 大儿子贴心摁腿 小儿子满屋当卧丝丁 老两口百忙之中 斗上几番嘴 小两口谈笑之间 负几句调侃 总有份久违的和睦美满 暖哄哄的营绕 除了周蓉奔赴在路 这已经是周家最大的团聚 礼物热热乎乎的火炕 周母早早地 摆上新拆洗的被褥 给儿媳妇最大的体贴 秉坤前后忙活 给老爹烧桶滚烫水 叔叔夫妇的解乏 许久未见 老爹瞧谁都是满眼稀罕 长兄长姐在外多年 周家小嘎的留守 堂前尽孝 鞠躬至尾 何家欢的闲谈感慨 连眼角都一出笑闻 再要多说 小光贵就上了传统节目 催婚 气氛祥和 周炳坤心思一动 轻声缓和地提起了郑娟 才试探了半句 全家人却纷纷变了脸色 那 那就是寡妇呗 啊 是不是寡妇啊 你干啥呀你 你干啥呀你 别管他 谁不要管他 哎呀 不笑话的 哪有正经小伙子 去找寡妇搞对象的 你干啥呀你把孩子踢成这样 干啥呀就是嘎就给一脚 我 我不开玩笑的嘛 开玩笑的 大哥反应快 迅速帮忙着补 才算缓和了气氛 直到夜深人静 周老爹才不是滋味的消气 瞧着小儿子倔强憨厚厚的后脑勺 难掩愧疚 周母心疼儿子 早憋了一肚子气 抓紧时间一顿鼠落 起身穿衣就走 手心手背都是肉 隔壁屋的大儿子 也是多年不见 实在思念的紧 哎 我不想跟你一块 啊 去 想跟丙毅说话就说话 你拿我当什么借口 哎 你今天刚回来 丙毅也刚回来 我为啥愿意跟丙毅说话 不愿意跟你说呀 周志刚同志 我觉得你要好好地 做做自我批评 好好想想 周老爹委委屈屈 给大头儿子椰了椰背脚 郁闷睡去 母子看头热热乎乎地谈天说地 别提多书心了 冰团岁月艰苦 总有几件成长可以诉说 几桩网睡坦诚分享 还有几句思念 伴着泪水出口 他可想 快睡吧妈啊 除夕之夜 桌上饭菜常见的酸菜 热得滚烫的白酒 摆得正好的碗筷 妈妈惦记着孩子 还偷偷动起腊肉 已被奔波路上的女儿 带回贵州 过年后 年后 年后 儿女乐于见到父母恩爱 为了让家中两对老少 夫妻甜蜜相处 周炳坤趁着夜色出门借宿 哥们兄弟们成家立室 也已不合时再收留 周炳坤脚步一转 进了太平胡同 这一晚 虽身在热炕 却是半宿未眠 滚蛋饺子拴腿面 胸肃再离家之时 母亲将配料十足的大肉馅 悉数送进赶得薄脱的面皮里 才凑一块的家人 虚语就分离 父母竟是心头难忍 稍有不顺 大早上伴上两句嘴 子女们也不消劝 不过一顿早饭的功夫 准宝再归于好 大哥到底是忧心弟弟 临走之日 见了郑娟一面 女人却带着哽咽 称起笑容 大哥便是月人千万 也不得不感叹 大哥顿了顿 大嫂早年受伤 失去了生育能力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未曾想 这边难题未解 弟弟身上的问题更加严重 说实话 病官 我不同意 再深的情感 又如何跨得过阶级大梯 经了起外界批判的风言风语 怎挡得过现实的风吹雨打 你是不是觉得我比咱爸开明 所以才问我呀 我不知道你对你正专有多深的感情啊 唾沫星子能淹死人 知不知道 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 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 大好青年 我能理解爸妈态度 冷静冷静吧 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我肯定不会变 多少海市山盟最后都成了笑话 会不会变谁也保证不了 第一回将正娟摆到家人面前 周炳坤获得的是全票否决 周老爹临出门 给屋顶再糊了一层报纸 还叮嘱小儿子将外墙再修缮修缮 出门在外的人总把心牵挂在家里 周母却是一言不发 埋头说是行李 早有泪水缓缓滴落 塞塞塞 我跟你说你再塞 再塞我这包就完了 少说两句吧 那点不舍空落 早盈盈绕绕的憋闷心头 看活着最烦 你指手快点 烦死 相伴了一辈子的爱人 只慢慢依偎着彼此宽慰 总有份对着未来的期盼 伴着分离的痛感上路 秉坤送父出发的时候 头一回听见了父亲嘴里的一声优秀 白山小危险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三个孩子里面 秉坤 百米油盐 长辈灾痛 奶一样都是琐事缠身的分身乏术 作为过来人 你的亲干妹妹 我送你一句我对生活的体会 爱情很美好 婚姻很苦恼 你现在还没结婚 还有的选 在你选的时候 把我说的这个话 做个参考 家中再度恢复了空旷的冷清 和母亲大锅旁 永远热腾腾的烟火气 唯独周荣迟迟不到 急坏了叛女归家的老母 没过几天 家里送来位小姑娘 粉雕欲拙 这是周荣冯化成所生 周家外孙女冯月 冯化成在火车站即兴发挥 为周总理写纪念诗 根本不管事后板报几行黑字 火车站人来人往 施朗诵自带浑响 文者啜泣 为了超市墙板 喧闹推丧 结果被警察一并带走 周荣跟着丈夫而去 将月月火车送回了东北 事发突然 政治事件是不可想象的最大恶极 周母闻真噩耗 猝然倒地 突发脑溢血 长睡不齐 不敢通知在外奔忙的父兄 姐姐姐夫同样生死未卜 小外甥女懵懂无知 还有繁重的工厂活计 一家之重任与压力 在父之周炳坤一人之身 春夜妈偶尔过来帮忙 却终归不是长久之计 郑娟儿柔柔弱弱地 提起了送钱往事 洛诗宾水子流入狱 他也并非一无所知 我其实好几次都想问你 你那钱哪来的 把我们家家传的镯子 偷偷卸卖 买了一千两百块钱 后来你不让我送钱 是不是怕这钱来路不对 不怕你出事 姐 咱明天就去炳坤哥家吧 我是怕人说你些话 我不怕 我怕人说你 我不怕 我怕人说你 只要不给你惹麻烦 我啥也不怕 我也是 这天起 郑娟儿便从太平胡同进了周家帮忙 洗碗做饭收拾屋子 帮忙照料老太太 周炳坤的生活再度恢复了正轨 六小君子有家有口 难得相聚 所有乐和笑谈不休 唯一上了大学的吕川来信 一肃心中苦闷 我的同学里有些人 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 是来捞政治资本 还有一些随大六的二百五 人家喊什么口号 他们就跟着喊 完全不过脑 时代特殊 还不等信件读完 春夜早已仓皇做起 扔进炉子复制一句 十分警惕 不曾想 这封信遭人举报 吕川从大学遭退 驱逐人老伴马首长作业 将小伙子再回了酱油厂 埋头出扎车间苦干 春夜做工优秀 得了御厂上级领导重视 拖了工作服坐进办公室 出来进去 左右同事亲近奉承 从上往下看 处处都是一派笑脸 处世起来 自有一番风发的意气 但凡有空 春夜总得跑上一趟周家 手把手教学 给屋半点反应的周妈妈 按脚揉学位 郑娟会见上爽朗大方的春夜 总得鸣起嘴 笑得温情动人 年轻女干部的培育 还是加大了力度 春夜一家搬进桶子楼的时候 饶式工友也不免生出几分羡慕 且带着对周炳坤的调侃 周炳坤只带着声斩钉截铁 走得坦荡自得 没人知道 他对自己得到的 有多么满足庆幸 郑娟将周母照顾得舒适洁净 家中憋着盐罐子都摆得井井有条 未曾想 变故突如其来 年初杂志社约冯化成的稿 是周炳坤替姐夫僵尸送上的杂志 反响甚家 燃冯化成一则政治事件 将周炳坤牵连 那一晚 他将郑娟留了下来 留下存折 与非大事不能联系的家人地址 将整个家都交托郑娟 女人迎满泪光 郑重平静地接下这份委托 周炳坤被人带走的那天 正是车间劳作最忙的时候 吓坏了全部公有 这一天起 郑娟开始在本上记账 连白菜土豆 都一笔一画地算在上面 暂时还怕柔弱 也坚韧地计划起了未来 春夜也在街坊四林间 坦荡体贴地给郑娟友善尊敬 杜绝了大波风言风语 周家日子难过 一个女人 一个昏睡不醒的老人 三个上学照料的孩童 郑娟日日操茫 朋友们得空了 也便上前帮上一帮 直到1976年10月 那场浩劫 真正意义上的宣告结束 春夜却被拉下马 将家再搬回了土房 落差跌宕 也遭我些不愤男人 我本来修脚工 干得好好的 他们非要让我当标币 当领导 让我搬进领导楼 现在呢 说翻脸就翻脸 非说我跟四人帮 是一条线的 我知道他们谁是谁啊 局势之下 便多的是 无力左右自己命运的普通人 他们通常被称之为小人物 周炳坤蓬头垢面地 回了家中小院 光明连笑都为了完整 便一头扑进姐夫怀中 出于归来 小君子们拉家带口 从食堂打好热饭 齐去周家好好热闹一番 郑娟儿在周家几经辛苦 也受了不少背后的指点嘲讽 朋友们看在眼里 也有撮合成全之意 她是一个寡妇 舌头底下压死人 你说照顾一病人 带三孩子有多难啊 咱们都能想象出来 是吧 你们看看 让他们看看 让他们老爷们看看这手 桌上人既有些不是滋味 周炳坤瞧着火候差不多 也顺势提了心里话 我 周炳坤 这辈子 我非郑娟儿不娶 认下了难难为子 郑娟儿没来得及与强子领证 是以户口本上 仍是干干净净地未婚两个字 早上结婚呗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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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到了年纪 决心进寺庙进修 很快辞别了姐姐姐夫 郑娟秉昆这日子 一过就是两年 秉昆也慢慢地 将这些变故悉数告知兄长 重庆大三线建设进行时 秉毅周荣双生考上北大 再加上大儿媳妇一学生东梅 做了导师学者的女婿冯化成 周家一门 三大学生一导师 周老爹好生乐呵 大感欣慰 却在下一瞬 知晓了那些瞒了两年的真相 才吃完饭的晌午 周父抵达了东北老家 见到嬉戏玩耍的外尊女月月 和已经改了姓的孙子周南 拎着水桶忙活 素未谋面的二儿媳妇 老爷子狠狠抽了大半根香烟 才迟疑着看向郑娟 等秉昆回家 等着她的 是暴怒的老父和遍地狼藉 你不是跟这个家决裂了吗 郑娟了 我让她带她儿子 回她家去了 你也去她家吧 这不是你的家 走吧 滚 你滚 别回来了 父子君是心头纠葛难解 还没来得及决裂 却发现月月失踪了 大街小巷找了好几户人家 大人急出了好几身冷汗 却见孩子乖乖回了家中 在男男哥哥的看管下 捧着饭碗老师吃饭 周父无力挫败感顿生 抽着汗烟 旁边老伴人事不省的沉静 见郑娟无怨无悔的一脸坚毅 小两口相互依靠的勇敢无畏 再瞧郑娟那双手 伤痕老简 比她这每日宫地的还粗糙 有些话怎么也不忍开口了 你儿子都随她姓了 那你说姓啥 我没跟你说话 你有什么情理冲我仨 周冰昆 你那么有志气 怎么不敢娶人家 让人等这么久 你算什么 两人聚证 强应了一辈子的周父 终于松了口 让郑娟受委屈了 郑娟这乡 遭一支气不成声的颤抖 这一回 总算是修成正果 三二一 丙坤正娟结了婚 一家三口 带着月月老母 踏实勤奋地过日子 丙毅周冯则进大学 好好学习进修自身 监货还有冯华城上台演讲 收获周冯愈发迷恋沉醉的爱慕之情 蔡小光以全省第二收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却因父亲成分问题 遭场子拒绝批准 那年周丙坤 近降游场就业问题 周冯出事 蔡小光也是跑前跑后的帮忙打个听 唯友唯街坊 唯护花使者 都算得上人质一尽 东梅父亲得贫反 恢复了省长之位 受周丙毅之情 为蔡小光办妥了升学问题 水自流落石斌 自监狱放出 一头扎进南方找机遇 国家经济改革 国营企业惨遭重创 周丙坤为酱油厂跑业务 长金玉厂 到底算不上长袖善武的圆滑之辈 碰上爱占休小时便宜的流氓客户 总要扒了一下给妹妹找公道 一不小心就跑出条业务 不是主任的春艳也不慎好过 少有不慎 就遭同事冷嘲热讽 早将之前如何巴结凤诚旺的一干二净 生活世俗之难 绝非三言两语可说尽 酷暑炎热 郑娟不忘给婆婆摇起扑扇 缓解重熟 秉坤心疼妻子 也咬咬牙 吃巨子给家里摆上了电风扇 日子还是那样向上奴隶 柴米油盐 每一下都是踏实充足 在一个最是平静的午后 每日雷打不动的按摩中 庄母就这样 悠悠睁开了双眼 此时的阳光纯粹 岁月沉静温和 执拗地生出一份暖意 笼罩这样努力生活的一家人 造福那样一个时代的奋斗 浩劫结束 这家人生活步上了正轨 也在层出不穷的难题中 昂扬向上 努力生活 剧情更新 我们来看看人世间 这部梁小生所著的 百万子长篇小说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长达50年的跨度 人之半生 中国社会的变迁 和时代背景下跌宕的人们 跟正苗红老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 响应国家号召 上山下乡周炳毅 远赴山区插队追求爱情周荣 城市留守 化身工人周炳坤 他们或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为精英为学者 或此成副业在人世间打拼谋生 为工人为技工 时代浪潮中 不论身处何种境地 个人追求的便是生活儿子 虽性格命运各不相同 总有一份积极向上的坚守 在时代洪流中熠熠生辉